冰冷帅气的佐藤健饰演的天堂艺师 与傻白天蒙英饰演的期待小故事 在大街上 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都不怕别人看见 虽然无法跟你见面 内心感觉有点寂寞 可是在你身边 只会想要撒嬌 感觉会无法有所成长 对吧 我会在这里 练习努力坚强 直到独当一面 所以 请你不必再为我担心了 谢谢 谢谢 不要给我扇子的消息 不是说好要永远在一起吗 赵士奇 你来得刚刚好 问我说一句公道话 告诉他 这三年来 我有没有帮他 好好地照顾老婆 照顾女儿 要不是因为他是我弟 我需要花那么多心力嘛 姐 就算我跟淑芬离婚 那永昕还是姓何 而且你今天 真的有帮到淑芬吗 她跟我说 她四处打零工 你为什么不找她 到你的公司工作呢 这都要怪你吧 淑芬不能找正职的工作 那是因为她替你卑载 所以她的薪水 会被扣掉一大半 那奇怪 她为什么可以去 赵士奇的公司打工 不能去你的公司打工 那是因为 我担心 万一人家知道我们的关系 误会我寻思怎么办 那赵士奇也认识我跟淑芬啊 她就不担心被人家说寻思啊 那是因为赵士奇喜欢淑芬 赵士奇啊 我本来想说兄弟一场 你就不要说破 没想到你这么光明正大就承认 我的确是因为你才认识林淑芬 但你现在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坦然地面对你 我也扛下债务了 一切应该要回到原本的样子 你把林淑芬当什么 想要的时候就说是你的 你不想要的时候就把她丢在一旁 管也不管她 你有问过林淑芬的意思吗 过去这三年你有关心过她的心情吗 你觉得她还爱着你吗 我跟淑芬十几年的感情你不会懂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想清楚 究竟是真心还爱着林淑芬 还是只是为了维持表面的假象 三年了 很多事情都会改变的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说到这边吧 从今以后拜托你看到我 不要给我好脸色 因为我也不会给你好脸色 何志斌 其实这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只是一直找不到适当的持续 我觉得我们都是成年人 应该用一些比较成熟的方式 来面对这些问题 你觉得有可能吗 那个时候在你家吃那鸡腿便当 我就已经跟你说了 有些事情不能说开 不然连兄弟都当不成 不过这样也好 大家说得清楚 也是一种痛快吗 不行啦 我应该要先下手为强吧 我应该要先下手为强了 我要看 不過呢 這電視劇裡的假情假愛 遠遠比不上 真槍實彈的彈琴說愛 誰 誰的彈琴說愛 你 你又跟那個小狼狗 你們 不是我 她 淑芬 妳在談戀愛 是不是趙士奇 你們在一起了 終於發生好事了 我現在舒服多了 哪裡好啊 什麼好事 明明就是一件麻煩事 而且不對啊 大姐 妳之前不是也不喜歡趙士奇嗎 妳說他機車龜毛又難相處 怎麼現在反而覺得跟他在一起是好事啊 重點是龜毛不是壞事啊 妳想想看 舒芬這三年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 什麼樣的妖魔鬼怪她沒有見過 每天神經緊繃 分分秒秒在躲在阻尾 她都可以安全下妝啊 她還有什麼好怕的 不是啊 大姐 那妳一直替舒芬著想 妳有沒有想過詠心啊 好不容易等到爸爸回來了 現在媽媽又要跟別人在一起 小孩那麼小 心裡很受傷的人 人家說 沒有快樂的媽媽 就沒有快樂的孩子 舒芬吃了多少的苦 卻要在詠心面前強言歡笑 她現在好不容易可以快樂 妳為什麼又要她回去過以前的日子 妳就只有想到妳弟弟喔 妳有沒有替舒芬想想啊 沒事啦 我覺得你們真的很奇怪 不要為了我的事情吵架嘛 美莉姐啊 我跟妳說 妳放心 詠心永遠會是我的第一位 我做什麼事情 都一定以她為優先考量 還有大姐 妳放心 我認識你們 已經是很快樂的事情了 我會一直快樂下去的 放心啦 放心啦 我剛剛不應該那麼大聲跟妳說話 更何況妳是我兒子的貴人 不應該那麼大聲跟妳說話 更何況妳是我兒子的貴人 抱歉啦 什麼貴人 妳幫我兒子介紹到子萱公司面試 那小事啦 我只是剛好知道他們公司要真人 所以順口跟妳說了一聲 舒芬 妳呢 妳的工作找怎麼樣 不太順利耶 我就沒專長嘛 人家那種太重要的工作 就不會交給我啊 妳知道舒芬在找工作吧 所以呢 難道妳是要我破例路用她 在妳眼中 我就是一個公司不分的人 我不會認為何總監是個公司不分的人 但我認為妳是俗芬的朋友 告訴她有個工作機會可以應徵 不過分嗎 我相信妳應該很清楚 我們公司臥虎藏龍 專人的標準很高 除了要有學歷之外 還要有實務經驗 做事情 麻煩妳不要因為情人眼裡粗細細 就認為舒芬應用都行嗎 她行不行交給妳們公司的人資去判斷 後續怎麼樣 就看她自己能力行不行喔 還是妳認為舒芬有了自己的工作 算至於之後越做越好 這樣就會更讓妳弟追不上她的車尾燈 兩人複合的機率就會變得更渺茫 好啦 與其說再擔心她 不如說再擔心我自己 莉莉姐這麼嚴厲 如果我變成她的下屬 肯定會很辛苦很辛苦 我到底是希望我應徵上好呢 還是不要應徵上好 妳呢 只要負責把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 其他就交給面試官就可以了 有道理 人家要不要用我 也不是我能夠決定的 我要妳 走吧 對了 那個 何志斌她工作找得順利嗎 你還擔心她 我是擔心妳 要是她工作找得不順利 所以 到時候那些債主 又找到妳頭上來怎麼辦 大家好 我是小八張允希 訂閱東森創作Youtube 和我一起支持姐妹們追吧